你角度的握持都更加的舒适 一会儿大家就可以在体验区亲自上手感受一下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这一定是你目前市面上手感最好的平板 那除了全新的这个外观设计以外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也对屏幕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首先我们没有采用行业现存的方案 而是定制了一块7比5的屏幕 这个应该是在平板里面从来未见过的比例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7比5呢 因为它是最接近A4纸的比例 所以我们在使用屏幕时 就像在看书一样 给你一个非常熟悉的阅读体验 那么在OPPO Pad 2上显示书本文献时 点开就是最适合的大小 不用说放 没有黑边 而相比16比10的传统的安卓的平板 同样的屏幕尺寸 OPPO Pad 2的显示面积也会更大 另外 A4纸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就是它对折后 它的长宽比例是不变的 因此OPPO Pad 2在分屏的状态下 也拥有和竖屏一致的使用体验 当然我们在屏幕的数字上 也是给出了诚意 超高的分辨率 超高的刷新率 超高的射准 这么说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那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标杆对比一下 大家可能有感觉 在分辨率 刷新率 PPI这些和观感直接相关的参数 我们全都更胜一筹 那简单来说 OPPO Pad 2就是这个价格 当你能买到的最好用 最好看的平板 除了旗舰的屏幕 还有其他配置上 OPPO Pad 2也都有旗舰机的硬实力 它搭载了天机9000旗舰芯片 配备9500毫分的超大电池 支持67瓦的超级转充 还有观影必备的杜比世界与全景深 但好的产品 光有硬件实力是不够的 还有更好的软件体验 OPPO Pad 2同样搭载了Cartus 13.1 在互联的体验上 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简单 我们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 5G通信共享 登录在同一个OPPO账号的 手机和平板 只需要一靠近 平板就可以自动共享 手机的双5G通信 有了这个功能 你根本不用再纠结 平板有没有封窝板 平板可以直接上网 接打电话 一不同步手机的验证码 再也不用频繁地拿起手机 那么这次还更新了一个很好用的互联的功能 就是拍照扭转 在手机上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平板上就可以立即编辑 户外没有网络的时候 也能使用 随时随地 可以进行这个大屏的创作 当然还有很多应用建立 手机上没有做完的事情 可以在平板上接着做 除了视频应用和浏览器 大部分的常用软件都可以支持应用建立 在全新的Colus的加持下 OPPO的Pad变得更加好用了 更多的互联体验 等待大家去探索 那最后 我们设计了全新的智能的触碰键盘 它采用了磁系的设计 无需配对 也不需要充电 既年既用 我们还为全力触碰 设计了实现触碰新的触碰手势 比如说三指轻点返回 三指很少应用切换等等 让平板的生产力效率直接翻翻 这就是OPPO Pad 2 全能平板 全面好评 最后我们通一个视频来感受一下 感谢观看